大家好,这里是飘飘小鼠鸟,我是飘飘 今天咱们用糯米粉做一个好吃的 做出来比蛋糕还好吃 200克糯米粉中,搅入两颗鸡蛋 先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再切一颗橙子 去掉橙子的皮 把橙子直接切成小块 切好放进浆水中 加入适量的奶奶,把它打成汁 碗中加入50克的面粉 再加适量白糖 加入两颗酱米粉 然后把打好的橙汁给它加进去 边搅边加 橙汁加进去以后,加入牛奶 搅拌均匀 加至这种粘稠的状态 我们都搅一会儿 把里边的面疙瘩给它搅散 搅散以后,继续加入牛奶 慢慢搅拌 搅拌到这种粘稠度的时候就可以了 我们在一个容器中,搅一点油 给底部铺上一些白芝麻 再把我们做好的面糊直接倒进去 震荡之下,把里边的空气给它排出来 再用盖子盖住 搅拌半个小时左右 3个小时以后 准备表面也搅拌均匀的白芝麻 放入锅中 开中小火给它开始蒸 蒸25分钟就可以去锅了 打开盖子浓浓浓的橙汁味 闻起来特别香 放浆以后,我们把它慢慢到里边拿出来 底部非常的平整,而且特别的松软 我们用手压一压 弹性非常好 这会儿我们把它切开 里边的蜂窝组织也是非常的均匀 而且特别的柔软 这样咱们的糯米橙子小糕点就掉好了 做法非常简单 很简单而且非常好吃 如果你喜欢的话就转发说话试试吧 这里是飘飘小树鸟 我是飘飘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